请听小说《仙逆》第1011章 仙灵天境 妖陵之地内正北方之处有一片辽阔的平原 此刻平原中的天空突然是风起云涌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云层滚滚而动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来 仿若云海弥漫 更是有阵阵呼啸远远的从天空传来 随着云海密布 片刻间就有一道光柱从地面平原内突然升空而起 这光柱仿若支撑了妖陵之地的天空 升空中传出雷鸣般的轰轰之声 随着其不断的升空 大量的波纹回荡 磅礴的冲击之力更是四下散开 使得云层向后退缩 如此一来 这光柱直入九霄 在天空的最顶端 化作一圈圈光环 缓缓地散开 在这光柱出现的刹那 更是有一股浓浓的仙气 从那光柱内散出 瞬息间就弥漫了近三成的妖陵之地 云层内 有几只丑陋的黑鸟正飞行而过 恰逢仙气如风而扫 这几只黑鸟身子一颤中 从身体内涌现出大量的丝丝黑气 随先风消散 黑气进去 这几只黑鸟漠然一变 竟然化作了几头白色的仙鹤 灵动至极 阵阵喜悦的倾笑下 扇动着翅膀画出了优美的弧线 渐渐远去 妖陵之地内充斥着无形的妖气 这些妖气便是妖陵之人修炼的源泉 此刻随着仙气的散出 立刻在天空之上便有了惊人的一幕 妖气弥漫天地之中 在仙气的冲击下立刻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仿若水火不容起了阵阵奇异的变化 只是此地的妖气实在是太浓了 仅仅一道光柱内涌现而出的仙气 根本就不足以对抗 很快就被四周无尽的妖气压制了下来 但随着光柱内不断地涌现出大量的仙气 最终方圆百里内仙气凝聚之下 却也使得妖气无法全部压制 百里内竟是仙气 百里外则是妖气的天下 仿若形成了一个平衡 仙气无法扩散 妖气也无法继续侵入 就在这时妖灵之地第三座洞府内 灵天侯以及紫袍男子 还有那来头极大的空虚子 三人潘西坐在第三座洞府的阵法之处 灵天侯双目开合 金光一闪 没有任何犹豫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其前方虚空 顿时便有一道缝隙出现 从其内飞出大片的青烟 缭绕之下其内洞府要是隐约闪现 用了不到七天 就把第四座洞府开通 这王林老夫原本已经高估了 但现在看来还是低了 当年打开这第三座洞府 我用了近一个月 灵天侯沉默中右手一指 身下阵法中心的黑色石块 立刻青烟一动 环绕黑石迅速融入气内 黑石一阵 顿时阵法开启 妖灵之地正西之处 此地属于灵妖郡境内 此刻天空俱变 云层凝聚之下 一道光柱是拔地而起 随着光柱掀起的层层冲击 在刹那间向四周无尽地传开 光柱冲天而去 带着轰隆隆的巨响 浓郁的掀气瞬息间弥漫开来 与这妖灵之地的妖气 再一次展开了碰撞 此刻 正北正西两处方位的光柱 仿若有了辉应 立刻疯狂地暴增起来 试图冲出百里封锁向外扩张 与此同时 正南之处 在仙气与妖气纠缠之际 又有一道光柱直冲云霄而去 喷发出更多的仙气 在这妖灵之地 展开了一场仙妖之战 天韵子盘膝坐在第二座洞府内 望着开启的阵法神色平静 但眼中却是有一道奇异之盲 微不可查的一扇 奇天 天韵子沉默 看不出喜怒与任何的心思 三道光柱在这妖灵之地内 先后出现 立刻引起了妖灵之地 几乎绝大部分强者的注意 尤其是妖气的剧烈变化 更是让他们为之惊苦 无数万年来 没有任何变化的妖灵之地 似乎在这三道光柱出现的一刻 有了难以想象的变化 三道光柱散出的仙气 不断的扩散中 仿若分成了三处战场 与妖气不断的碰撞 整个妖灵之地的天空 除了东部之外 几乎全部都陷入 进了一片五光十色之中 只是此地的妖气 在无数万年的积累下 实在太多 如此一来 三个光柱内的仙气 显然是不足以撼动 整个妖灵之地的 此地第一座洞府内 云仙道旅二人 平静地站在封印之处 他们的脚下 则是庞大的阵法 王威尽管神色如常 但眼中却是有一丝 难以压制的激动 他深吸口气 喃喃自语道 这一天 终于等到了 胡娟站在他旁边 握着王威的手轻声道 这一次我们会成功的 丑花了这么久 这一次必须要成 王威点了点头 在他二人的身后 还有一团紫色的虚影 其内有一股灵力之气弥漫 隐约透出一个让王林 极为熟悉的气息 妖灵之地 有谁知道 这里当年的名字是 仙灵天境 王威轻探 抬起右手 向着阵法内的黑石 虚空一拍 立刻这黑石闪烁光芒 牵引整个阵法 运转起来 妖气荼毒 今日就让乾坤再现 王威目中露出金光 妖灵之地正东之处 漠然间一道光柱呼啸中 叱咤天地 与九霄连接 无尽的仙气 随之疯狂地散出 在这一瞬间 妖灵之地 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四道光柱立刻起了巨变 彼此交错之下 仿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阵法 大量的仙气轰然而出 比之前还要浓郁无数倍的程度 刹那间就弥漫天地 化作一场仙气的风暴 在这妖灵之地横扫开来 仙气扫过之处 暗红色的大地仿若被抹去了灰尘 露出了一片充满了泥土芳香的黑色 一处处妖异的植物 更是在风暴扫过中 露出了嫩绿的心芽 一片连绵不绝的丛林中 随着仙气风暴的横扫 把一切妖气驱除 立刻这原本妖异的丛林 原本一颗颗如同妖物的树木 顿时一颤中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成为了一颗颗挺直的巨木 就连丛林内的一些凶兽 也在仙气风暴横扫中 纷纷颤抖起来 一头长着独角的黑虎 爬在地上 双目露出幽光 盯着前方 咸水沿着嘴角流下 在其前方 有一群充满了妖气的小鹿 这些小鹿通体紫色 正在彼此撕咬 没有半点的温顺 就在那黑虎 正要一扑而起的刹那 仙气风暴一扫而过 仿若狂风弥漫 把一切妖气卷走 妖术不在 地面的红色青草 也恢复了绿色 那群相互撕咬的小鹿 也在颤抖中 一个个身子爬伏在地 身体的紫色 渐渐褪去 化成了本色 透出鲜意 那准备扑去的黑虎 也在咆哮中 身子颤抖起来 头部的独角崩溃 消散 黑色的身子 瞬息间变成了白色 更有一股仙气缭绕 凶艳不在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股灵动 随着仙气风暴的扫过 整片丛林 从那妖异的感觉中 彻底的改变过来了 远远看去 就是仙境 丛林外的小河 虽说清澈 但这水 却充满了妖气 若是浮食时间长了 自然而然身体中 就会有妖气凝聚 改变体质 就连河流下的鱼儿 也在妖气侵入中 变得诡异起来 巴掌大小的鱼儿 往往长着锋利的牙齿 可以轻易把一个凡人撕碎 但此刻在先锋扫过下 仿若有一片灰雾被卷走 小河更加清澈不说 阵阵清零之气 立刻弥漫 甚至就连河水 也有了甘甜 其内的鱼儿 一个个颤抖中 从那猙獰的样子中改变 化作七彩之色 彼此嬉细游动起来 若是从天空向下望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 整个妖灵之地 随着先锋扫过 一切都在变化 仿佛这世界本就该如此 只不过在无数年前 因为一场变故 使得此地沦为妖狱 而现在 随着四道光柱的全部开启 仙气重新出现在了此地 把那污秽了这里的妖气 快速地驱散 大地上的一切暗黑之处 如雪蓉般渐渐被光明取代 妖气弥漫之处 也飞快地倒卷 这一幕就仿佛是把 遮盖住妖灵之地的 妖气面纱狠狠地掀起 露出其内的真貌 一处处妖郡都城 一个个妖灵部落 在天地间 仙气横扫中 立刻彻底地改变 一个个此地之人 纷纷面露痛苦之色 仿佛站不稳身子 纷纷倒在了地上 震震妖气从他们的身上钻出 被先锋扫去 这原本一个个体内 积累了众多妖气的人们 重新苏醒过来 在他们的身上 再无妖气 有的全部都是震震 清零 仙兮与迷茫 随着四大光柱 不断地散出仙气 这里的仙气 越来越浓郁 弥漫天地 横扫之下 就连天空也 渐渐地清明起来 一切妖气 都在这浓郁的仙气下 似乎全部消散 放眼望去 青山绿水 仙河飞舞 更有灵寿丝鸣 大地再无妖灵 仙灵天境 但在这重新恢复了 原貌的仙灵天境内 却仍然还是有几处地方 妖气坚如磐石 任由仙气冲击 也微额不动 仙灵天境内 一处山谷中 水潭内 一张浮现而出的妖翼之脸 盯着天空横扫而过的 仙气 目露幽光 仙匿第1012章 仙府开启 清灵好算计 没想到其洞府开启的刹那 竟然会有如此惊人变故 若是我没有吸收其他妖灵 此刻定然会被死死的压制 不过 这一切现在都已经没有关系了 即便使这妖灵之地 再次恢复成当年也无碍 东府打开 这一次 我一定会成功 古魔 贤地 我贝罗来了 这妖翼之脸顿时有猙獰出现 扭曲中直接冲出水潭 向着天空化作一道妖芒而去 仙丰从他身体上扫过 但却在临近的刹那 立刻被这妖芒吞噬 竟然化作了妖气 更添妖芒之光 仙临天境内 一处妖郡帝都下方 摇溪雪盘膝中 猛地抬头 在他抬头的瞬间 正是妖风扫过的刹那 他立刻就感受到了仙气 身体颤抖中 目露幽光 立刻磅礴的妖气 从他身体内是默然间爆发 形成一股庞大的漩涡 把扫在身上的仙气 全部卷入漩涡内 迅速搅碎吸收 苗西雪身子一晃 整个人顿时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时 已经站在了半空 他全身被阵阵妖气弥漫 看不清楚 但那冰冷的气息 却是浓郁至极 泪一停顿后 他立刻化作妖芒 直奔前方而去 还有一处地方 也同样在仙气下保存了下来 那便是火妖郡 现在的炼魂宗 炼魂宗内 亡灵石像所在之处 仙气呼啸而过 想要把石像内的妖气消散 一阵尖锐的笑声 立刻从石像内传出 在这仙气来临的刹那 整个炼魂宗数百万弟子 纷纷感受到了 那笑声中的交集与含义 不需有人带领 所有炼魂宗弟子 全部施展出魂藩 数量无法想象的魂魄 顿时弥漫在都城之内 层层防护之下 把山谷中的黑色石像 立刻保护起来 整个炼魂宗都城 黑雾弥漫 无数魂魄呼啸 与那先锋对抗 只是这先锋太大 横扫之际 炼魂宗就如同是 怒浪中的孤舟 仿若随时都可以崩溃 黑雾中 炼魂宗的数百万人 纷纷打坐中 面露惶恐 但仍然是咬牙坚持 就在这时 突然那冲击中的先锋 立刻有一部分 竟然略有改变 仿若拥有自己的意志一般 不但没有继续缭绕炼炼魂宗 反而在其四周化作漩涡 帮助炼魂宗 抵抗其余三股先锋 那融合唯一的三股先锋一顿 并未强行冲击 而是从四周绕过 顿时呼啸而去 环绕炼魂宗的先锋漩涡 迅速收缩跟了上去 再次融合其内 一同横扫天地 当这先锋在整个先灵天境内 弥漫之时 东西南北四道光柱 立刻散发出绚丽的光彩 更有一道道光线射出 使得天空笼罩在光芒之中 那四道光柱更是彼此被光线连接 仿若在这先灵天境内 交织出了一层防护 昔日的先灵天境 再次开启了本应存在的防护之照 在这一刹那 四道光柱彼此之间的中心位置 也就是这先灵天境的最中心点 随着绚丽的光线缭绕 随着防护之照的再次开启 这原本是一处处山脉纵横之地 顿时起了变化 大地震动 那一条条山脉 更是在落下大片的碎石 无数的尘埃洒落 尘土飞扬飘向半空 远远看去 一片灰尘遮盖了一切 灰尘中 其中一条山脉 是碎石轰隆隆地落下了大半 其内散发出紫色光芒 却是一条万丈之长的紫龙 咆哮而起 这紫龙一动之下 立刻碎石全部落下 紫龙升空 一声龙啸是惊天动地 这紫龙极为威严 一双龙木透出无尽的冰冷 在他之后 地面上又有一条山脉崩溃 第二条紫龙咆哮中飞起 与此同时 地面上的山脉碎裂更多 片刻间 一条条紫龙陆续冲出 最终在半空中 九条紫龙环绕 一声声龙啸回荡天地 仿若永恒之声 这九条紫龙盘膝之下 相互交错在了一起 阵阵紫光闪烁中 立刻化作了一个圆形的阵法 此阵有九龙 在阵法出现的刹那 整个仙灵天境内掀起顿时暴增 九龙阵法飘在半空 紫光闪烁 即便是距离很远 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漫天的紫意 阵法外 此刻天空一阵扭曲 却是由三人幻化而出 正是灵天侯与赵姓紫袍男子 在二人中间 虚空子神色平静 但双目开合中 却有金光一闪而过 三人出现不久 立刻不远处 又有扭曲之像幻化 走出一人 在此人出现的瞬间 灵天侯双目立刻凌厉起来 他身边的虚空子 也是抬起了头 目光落在走出的天韵子身上 天韵子神色平静 向着虚空子一抱拳 平淡地说道 天韵见过虚空子倒有 虚空子微微一笑点头道 灵天侯邀请 老夫也就来此一看 天韵子目光看向旁边的 九龙阵法平静地说道 以老夫一人之力 把握不大 不过虚空子倒有寄来 此行应该无碍 二人交谈中 阵法的另一边 同时有两处位置出现扭曲 却是云仙道旅 与王林一行幻化而出 云仙道旅身后 那虚幻身影跟随 王林四周则是司徒男 与扶风子等人 众人同时出现 不由得相互打量起来 在王林出现的刹那 王威身后的虚影一阵 仔细地看了王林一眼 目中露出感慨与欣慰 王林目光落在了云仙道旅身上 这二人他之前见过 但却并不熟悉 只是他二人身后的虚影 却是让王林一眼就认出 此人正是周易 王威颇感兴趣地看了王林一眼 微笑道 你就是拿走了 第四座洞府药室的王林 王林神色如常 但心中却是谨慎 眼前这个男子 他看不透修为 还有身边的那个女子 更是修为高深莫测 云仙道旅 当年王林从姚溪雪那里知晓了 有这么一对道旅存在 且把持一座洞府 从未外出过 此刻立刻便明白 这云仙道旅 想必就是这二人了 正是 王林平静地说道 王威身边的胡娟 对王威轻笑道 当年我们打得赌 你输了 王威含笑点头 对王林笑道 当年潮汐深渊 火药郡入口处的禁制 可是你不觉得 说着 王威右手 虚空一挥 立刻手中多出了一棵小草 看到这棵小草的瞬间 王林便认出 正是自己当年布置的 一道禁制 他不动声色 略一点头 后生可畏啊 我如你这样的年线 我如你这样的年纪 尚无法布置出这样巧妙的 禁制 王威长叹 目中楼出赞赏 前辈谬赞了 王林抱拳道 目光好似随意地在王威身后虚影上一扫而过 周易在王林目光看来的刹那 双目微不可查的一扇 王林立刻明白 就在这时 突然远处天边有树道长虹呼啸而来 当前者正是那如村姑般的中年美妇 他身后跟着四个弟子 千秦与那疑似昆虚圣女也在其内 村姑美妇临近后 环看四周 先是见过天韵子 又仔细地打亮了一下云仙道里 脸上露出善意的微笑 最后则是对王林略一点头 来到了虚空子的旁边 天韵子神色如常 但眉头却是皱了一下 在村姑之后 远处来临的两道身影中 那坐在葫芦之上的老者 与之前一脸冰冷的黑衣男子迅速临近 葫芦老者目光在众人身上一扫 在看到云仙道里时 双眼瞳孔一缩沉默起来 来到了天韵子的旁边 至于那一脸冰冷的黑衣男子 一语不发 站在了王林一行人的旁边 王林目光一闪 看向那黑衣男子 对于此人 王林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与其交谈过 只是隐约间能够感受到 此人性格应该是孤僻冷傲 不惜与人接近 黑衣男子目光与王林对视 第一次开口 平静地说道 带我进去 王林对一沉吟点了点头 九龙阵法在紫光弥漫下 缓缓地转动 但就在这一刻 突然一股浓郁的妖艳 从远处轰然而现 直奔此地而来 瞬息间 这妖芒临近化作人影 只是其身体外被妖气缭绕 看不清容颜 甚至连男女都无法分辨 但 在这人影出现的瞬间 王林却是立刻心神一动猛地看去 此刻 那妖艳人影也同样看向王林 仇恨的目光从妖气内透出 如同利剑直奔王林 只是片刻 此人的目光就收回 没有说话 站在了天韵子旁边 天韵子神色如常 略点头 但他的目光却是落在远处 神色中有了一丝期待 在天韵子的目光尽头 迷个身穿红光的光头青年 缓步走来 此人相貌极为英俊 隐约中更透出一股妖艺之美 他头顶光光 没有半丝头发 在其身上更是有仙气缭绕 此刻走来 第一眼就看向王林笑道 王老弟 我来晚了 贝罗 王林神色平静点头道 不算晚 此刻正好 这光头青年的出现 使得须空子目光顿时一凝 瞳孔更是猛的一缩 不仅是他 就连那云仙道旅 也是目中寒芒为闪 唯有天运子嘴角渐渐地露出一丝微笑 九龙阵法运转 阵阵掀气环绕 在那组成阵法的九条子龙 一声声咆哮下 阵法之上的紫光 漠然间剧烈地闪烁 把方圆数百丈内全部覆盖 光芒转瞬即逝 众人身影消失 第五座洞符 开启 听小说 仙逆 第1013章 魔影 没有人知晓 这仙灵天境第五座洞符 先帝清灵闭关之处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甚至连大小都无人知道 此地 即便是在当年 也唯有清灵一人可以进入 外人不得入内 唯者必死 就连其女青霜 此生都没有踏入过这里半步 这仙灵天境的第五座洞符 为清灵绝密之处 此刻 随着仙灵天境空中的紫光消散 所有人失去了踪影 王林在那紫光中 有一种仿若身体被打散 化作无数碎片之感 这种感觉很是诡异 但却没有让他有半点的疼痛 仿若时间永恒 但实际上只是瞬息 王林的身影出现在了一处陌生之地 这里一片黑沙 一眼看不到天边的尽头 阵阵风声呼啸 地面的沙土无意识地移动 时而相互旋转 仿若有旋风来临 一扫而过 就连天空也都是昏暗一片 仿佛有一道灰幕笼罩 若是抬头看的时间长了 心中便会生起压抑之感 王林站在黑色沙土上 望着天空 深色一片阴沉 他神识早就散开 但可以覆盖整个妖灵之地的神识 在这里竟然察觉不到边缘所在 神识范围内 这天地之间只有王林一人存在 似乎进入这里的所有人 全部都被分散开 彼此很难遇到 沉默中 王林身子飘气 但在他飘升不足十丈的刹那 立刻面色漠然一变 一股危机从天而降 他毫不犹豫地迅速落下 幽默清光一闪 顿时清光盾刹那间出现在了其前方 就在清光盾出现的刹那 一道灰气从天空落下直奔王林而来 这灰气速度太快 立刻就碰到了清光盾 轰的一声 王林身子立刻倒退 在地面上一连退出十丈 这才停顿下来 王林目露寒光 不假思索右手握拳 直接向前一击而出 古神须影在其身后幻化 一拳之力蕴含了古神之威 与那灰气碰撞 立刻砰的一声 灰气崩溃 只是这灰气的崩溃 不但没有让王林松懈 反而双目瞳孔收缩 立刻后退 那崩溃的灰气并未消散 而是在刹那间化作十道 更为磅礴的灰气 从数十个方向直奔王林而去 轰轰之声下 王林身子不断地后退 但那灰气却是速度越来越快 紧追不舍 不断地冲击中 虽说全部都被青光盾挡住 但那透出的大力 仍然是让王林身体震动不已 连续后退 一直退到了千丈外 眼看那些灰气又一次临近 王林张口突出一口原神之气 直奔灰气而去 再相互碰撞的刹那 王林右手握拳 再次向前一击轰出 这一拳掀起一连串的引爆 轰隆隆中 那让王林倒吸口气的现象 再次出现 十多道灰气全部崩溃 但立刻就化作了数百道弥漫天地 如同一条条苍龙冲向王林 这到底是什么 王林头皮发麻 他第一次出拳 反阵之力并不大 但这第二次却是起了巨大的反阵之力 此刻 右拳更是有了酸麻 虽说很快就消散 王林却不敢打出第三拳 急速后退中 青光盾是迅速环绕 环绕环绕全身 抵抗那数百道灰气 连续不断的冲击 在这旷野的黑色沙漠内 王林的身影如同一道直线 不断的逃遁 在他的后方 数百道灰气追击 随着王林的退后 地面上的沙土被划出长长的痕迹 顺移在这里没有任何的用处 即便是缩地成寸 王林也已经施展 虽说可用 但王林却是不知为何 无论如何施展 踏出之地都是一寸 刚刚来到这里 就遇到这种诡异之物 王林苦笑 陶盾中 眼看就是不死不休的追击 眼中露出沙影 右手掐绝 王林猛地转身 立刻一指天空 低喝到 呼风 既然肉身之力无法摧毁此物 王林选择了 仙术神通 呼风二字出口的刹那 立刻这昏暗的天地间 顿时并有浓密的黑气呼啸 化作了四头黑龙 只是就在这四头黑龙 幻化而出的刹那 立刻昏暗的天空中 顿时如波涛汹涌的海面 骤然一变 闭眼看去 几乎大半个天空中 涌现出数之不尽的灰气 这些灰气呼啸而出 形成一股连接天地的灰色旋风 一扫之下 在王林目瞪口呆中 竟然把呼风化作的四头黑龙 卷入其内 王林头皮发马 再次讨论 在他身后 那灰色的旋风 随着灰气不断地融入 越来越大 最终几乎达到了 数千丈大小 在后方是直奔 王林追去 讨论中的王林 甚至都可以感受到 身后传来的丝丝犀利 更是让王林心神一阵的 则是这漩涡在不断地追击中 其所过之处 竟然无时无刻都有灰气 从天地间散出 融入其内 如此一来 随着追击 这旋风越来越大 这到底是什么 摇牙之下 王林身体外 顿时便由古神之鼎 幻化而出 他心念一动间 古神之力弥漫 全身融入大顶内 凭着古神之宝 身影立刻消失 出现时 却是在了百丈外 尽管只有百丈的距离 但对于王林来说 却是眼中有了果断 百丈的距离 对于那旋风来说 只是刹那 根本就不足以使得 王林逃遁 即便是连连施展 不惜消耗古神之力 也不行 想要真正的逃走 必须要这旋风停止下来 哪怕停止的时间不长 也会给王林一线希望 他猛的回头 右手在储物袋上一拍 立刻便有数十把大剑 是呼啸而出 这数十把大剑出现的刹那 顿时形成了一个剑阵 直奔追击而来的旋风而去 由不得心痛 在那十多把大剑临近的刹那 王林大喝到 剑爆 话语出口的瞬间 其中一把大剑 立刻散发出毁灭性的气息 轰然间爆开 形成无数的碎片 直奔旋风 与此同时 在其四周的所有大剑 几乎是同时崩溃 剑碎之中 一片横扫生生的冲入旋风之内 使得那旋风之素 略有一顿 王林心痛中 身体外的骨神大鼎 迅速一闪 他的身子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时 已在摆帐外 几乎刚一出现 骨神大鼎再次一闪 在极短的时间内 连续九次闪烁 王林出现在了近千丈外 但他神色却没有轻松 身后的那旋风一顿之下 再次追击而来 王林一脸苦涩 咬牙之下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在其身前 便有一道裂痕 是漠然间出现 随着王林右手抓去 虚幻的灭神矛 在阵阵黑色弧形电光中 幻化而出 手握灭神矛 王林向后猛地一跑 此矛瞬间临近旋风 直接穿透进入 其上毁灭性的气息 轰然间爆发而出 轰隆隆的巨响中 好似这天地都在震动 旋风崩溃 借着这一时机 王林毫不犹豫地再次施展古森之顶 连续不断地闪烁 移动之下 直接开启了数十次 但他的面色 却是随着身后的一幕 立刻苍白起来 在王林的身后 那崩溃的旋风 竟然与灰气一样 转眼间化作了十多个 同样大小的旋风 呼啸中直奔 王林追了过来 想尽一切办法 都无法使得这旋风消散 反而是越攻击 这旋风越多 这种现象 王林这一生征战无数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 以他的就位 自然一眼就看出 这旋风不是虚幻 每一道都是真实的 不能打散 更不能施展法宝 连神通都不能施展 一旦这旋风再次崩溃 立刻就会化作数百 到时候如何能斃 那旋风越追越近 更是不断地吸收 天地间涌现而出的灰气 放入无时无刻不再壮大 王林明白 即便是以古神之鼎 也只能保持距离片刻 时间一长 距离很快就会被拉近 既然不能斃 就硬抗 王林索性停下 不能再给这旋风 继续壮大的实现了 在他身子停下的刹那 古神之力轰然弥漫全身 他身体内传出砰砰之声 更是在刹那间 王林的身体无限的胀大 古神真身再次出现 数百丈的身子 似乎可以一手支撑天地 眉心之上五个古神星点环绕 在那十多道旋风呼啸而来的刹那 王林一声怒吼惊天 不去讨论 而是脉步中 身体外 古神大顶一闪 整个人漠然消失 出现在了最前方的一道漩涡之前 仙灵天境第五座洞府深处 有一座木制的桥 桥下流淌黑水 水中时而有猙獰的幽影 漂浮而过 在那木桥上 盘膝坐着一个人 此人看不清相貌 隐约能看到好似全身穿了一身的铠甲 被一股浓郁至极的黑雾弥漫 透出阴森的魔气 魔气之浓 使得此人所在之处 仿若魔欲 他身体一动不动 始终盘息 在他的身前 漂浮着一个小瓶 瓶口有木塞缝住 看不到其内所装之物 到底谁 会是第一个出来 不知有多少年 没有品尝人的血肉了 黑雾中的人影 缓缓睁开双眼 露出一股 近乎疯狂的视觉 舔了舔嘴唇 发出沙哑中 仿若骨头摩擦的声音 请听小说 仙逆 第1014章 追 上 数百丈的古神真身 使得此刻的亡灵 如同支撑天地的巨人 其身体外 古神之鼎闪烁间 整个人 漠然间出现在了一道旋风前方 这旋风 不能以利毁灭 这一点 亡灵之前已经有了教训 此刻身子刚一出现 亡灵目光一闪 低吼中 索性并未调动青光盾 而是直接以肉身 硬抗旋风 我倒要看看 这旋风之力 与我古神真身相比 到底有多强 那旋风呼啸中 速度惊人 几乎刹那就临近亡灵 轰然间 直接卷在了亡灵身上 近距离的接触 使得亡灵顿时有种 仿若被巨浪拍中身子的感觉 尤其是在那巨浪中 还有磅礴的狂风 撕扯全身 仿若要把自己的身子 四分五裂之下 融入旋风内 随着整道旋风 全部落在亡灵身上 不断的撕扯中 融入亡灵体内 立刻就有砰砰的巨响回荡而起 亡灵的身子 更是在这冲击之下 向后退出了三步 在退后的刹那 亡灵身体外 古神之鼎再次一闪 其身子立刻消失 出现在了百丈外 避开了四道旋风的冲击 亡灵神色凝重 以身是那旋风之力 让亡灵清晰地计算出了 以自己的身体 具体可以承受几道旋风之力 若是寻常修饰 在那旋风下 定然四分五裂 就连元神都无法逃出 即便是以我的骨身肉身 之前也感受到了疼痛 这旋风到底是什么 亡灵承诺中目光闪烁寒芒 此刻前方旋风再次呼啸而来 亡灵身体外清光一闪 清光盾立刻幻化百丈大笑 在其身边旋转起来 以我的骨身肉身 配合清光盾 应该可以化解此旋风 亡灵身子一动 直奔那旋风而去 前方旋风有三道速度最快 在亡灵临近的瞬间 便轰然中碰到了亡灵前方的清光盾 轰轰之声回荡下 那清光盾立刻是闪烁起来 无法想象的反正之力 使得亡灵不得不退后 与此同时 又有九道旋风呼啸而来 在亡灵退后的刹那 从前方冲出 再次与清光盾碰撞 清光盾环绕中 亡灵的身子又一次退后 这一退 仿若没有了止境 在那旋风的不断撞击下 一退再退 当九道旋风全部消散之时 亡灵已经不知退出了多远 即便它是骨神肉身 也仅仅是五星而已 此刻在这旋风不断的冲击中 尽管有清光盾阻挡 可身体上传来的剧痛 却是让亡灵额头出现了冷汗 危机并没有结束 在前方 还有十五道旋风呼啸而来 这最后的十五道旋风 几乎是连成一串直奔亡灵而去 即便是以骨神之鼎避开 在这旋风的速度下 也无法将其分开 轰轰轰轰轰 惊天动地的声响在刹那间回荡 十五道旋风几乎同时碰到清光盾 全部消散 化作一股毁天灭地之威 使得清光盾 漠然间被压下 几乎紧贴亡灵的身体 亡灵身子一阵 一口鲜血涌出 但却被他生生地压下 并未喷出 身子仿若断了线的风筝 向后猛地跑去 数千丈外 亡灵的身子轰然落下 一股环形的冲击 向四周疯狂地推动 掀起大片的黑色沙土升空 遮盖了天地 许久之后 这些沙土才渐渐地消散 地面上有一个巨大的深坑 亡灵的骨神肉身已经缩小 化作常人 他脸上露出苦笑 挣扎着站起身子 走出这深坑 望着四周平坦的黑沙荒漠 亡灵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眼中露出游游余迹之色 五星骨神肉身 这尚是第一次受到如此伤患 这旋风不知道底是什么 威力惊人 若是再给他一次分裂的机会 今日我抵抗不住 亡灵脸上阴沉 他分身与本体融合后 刻意与静涅修饰一战 原本认为自己的修为除了静涅后期 以及碎涅老怪外 已经足够的安全 尤其是骨神肉身 更是强悍至极 但此刻 亡灵却是感受到了危机 望着四周的黑沙荒漠 亡灵好似回到了当年的骨神之地 必须要极为谨慎 一个错误 就会引起杀身之火 最近有些太安逸了 修为的提升 分身与本尊的融入 竟然让我的谨慎不如以往了 亡灵沉默 狠狠地一握拳头 眼中露出谨慎之马 这种目光 已经很久没有从他的眼中露出来 此刻的亡灵 经过着黑沙荒漠的危机 再次找回了 以往的谨慎与小心 这里是先帝清灵洞府 危机四伏 绝不能有半点疏忽 必须要时刻谨慎 时时警惕 亡灵深吸口气 神识没有全部散开 而是小心翼翼地 在身边缭绕 缓缓地向前走去 以他的心智自然想到了 那灰气的出现 虽说有偶然的几率 但很大的程度 或许是自己的神识散开 引起的 这灰气初始威力虽强 但亡灵可以抵抗 这使他现在静下心来 却是隐约中有种名物 若是自己神识再次散开 或许出现的就不是那灰气 而是另外之物 这种感觉很玄妙 来自于亡灵一千多年的修道中 感悟天地而生的一丝深念 沉吟了片刻 亡灵眼中金光一闪 一拍楚代 尊魂帆立刻在手 一斗之下 帆布打开 亡灵左手在其内一抓 立刻手中便出现了一个魂魄 这魂魄一脸绿色 在尊魂帆的炼化下 已经没有了神智 出现后立刻恭敬地飘在亡灵身边 亡灵收起尊魂帆 右手在这魂魄眉心一点 顿时便把神石留在其内些许 做完这些 他毫不犹豫地身子一晃 直奔前方而去 一炷香后 亡灵距离那魂魄已然很远 他深吸口气并未散开神石 而是神念一动 立刻远处留在那魂魄上的神石 顿时散开 向四周扩散 但就在这一瞬间 立刻一股强烈的危机 刹那涌入亡灵的心声 亡灵不假思索 立刻切断了联系 在那一次神石联系 被切断的一刻 亡灵隐约中 好似看到了 在那魂魄所在之处 天空中风起云涌 一道灰光从天而降 直接落在了魂魄身上 在这一刹那 魂飞魄散 冷汗从亡灵的额头觅出 索性他早有准备 神石切断的快 此生这里并未引起此地变化 他盯着远处的天空 头皮发麻 那道突然出现的灰光 尽管是瞬间就消失了 但带给亡灵的感觉 却是比数十道漩涡加在一起 还要可怕无数倍 沉默了很久 亡灵转身在这黑色的荒漠上前行 时间缓缓地过去 在这里 没有黑天白昼之分 天空上永远都是灰蒙蒙的 仿若晨暴弥漫 一个月的时间 亡灵在这荒漠内走了很远很远 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没有看到任何人 甚至就连一个有生命的物体 都没有看到 这里没有植物 眼前所望 永远都是光秃秃的黑沙 看的时间长了 就连心境似乎都阴暗起来 亡灵的面色 比之以往更是阴沉 这里就仿佛是一个绝地 一个困劳 让人在其内 渐渐会生起绝望 一种对生命的绝望 即便修士与凡人无法相比 但在这里若是长久下去 也会心神中充满了阴暗 渐渐影响原神 性格充满了力气不说 更是会近乎魔化 如果有魔修之人在这里 则如同圣地 修为定然会有所增长 只是最终 却是会因为原神彻底魔化 沦为没有意识的魔人 亡灵一路沉默 缓缓地前行 索性这一个月来 他再未遇到那诡异的灰气 只是在亡灵看来 危机感却是并未消散 反而随着自己不断地前行 这危机越来越浓 有数次 亡灵很清晰地感觉到 好似有一道轻微的神石波动 在这四周如风吹一般掠过 只是任凭亡灵如何去查探 也无法找到这神石本体的存在之处 他不能升空飞行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 他曾经又一次拿出了 魂魄尝试升空 但在那魂魄升空超过二十丈后 却是无声无息地崩溃了 双脚踩在地面上的沙粒上 亡灵的面色越加地阴沾 隐约有一股黑气在金面部流动 只是亡灵的双眼却是一片清澈 不知司徒那里如何 司徒所修近乎魔道 若是他同样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定会有所收获 亡灵沉默中 抬起右手在脸上一撞 立刻便有丝丝黑气从其脸部钻出 融入亡灵右手之上 看着手中的黑色气团 亡灵在其上 感受到了一丝当年散摩的气息 默契 亡灵目光一闪 右手狠狠地一捏 顿时这黑色气团崩溃 化作无数向四周散开 转眼间就弥漫了方圆百丈 渐渐消散 亡灵脚步默然一顿 停了下来 盯着百丈外消散的黑气 双目渐渐有了灵动 或许可以这样 亡灵沉吟片刻继续前行 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 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沙荒野 四周入目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分不清东西南北 亡灵唯有不断地前行 寻找这里的出路 时间就这样再一次流逝 转眼中又过去了一个月 被困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的亡灵 全身散发出浓郁的黑气 这些黑气缭绕之下 远远看去亡灵略有消瘦 就如同一尊魔神 随着他的脚步缓缓地前行 这一日 亡灵闭着双眼 前行中神色除了阴沉外 没有半点变化 但就在这时 突然从这黑沙荒原的远处 一道微弱的神石扫过 从亡灵升空 以极快的速度 插那间过去 第九次 亡灵脚步未停 喃喃自语 这两个月的时间 这已经是第九次 有神石扫过了 让亡灵心中有压力的 是这九次神石 全部都不一样 显然 这是九个人 三夕后 那神石收回 再次从亡灵的身边掠过 亡灵神色平静 仿若没有察觉一般 继续向前走去 还不够 在那神石收回之后 亡灵抬头看向远处 目光闪烁 喃喃道 走在这黑沙荒漠中 尤其是没有日月交替 很容易就会忽略时间的存在 若非亡灵早就习惯了 孤独与寂寞 在这里 定会发疯 与这里的孤独相比 无论是数十年的打坐 亦或者是当初 古神之地的百年 都远远的超过 对于亡灵来说 这样的孤独与寂寞不算什么 行走中 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远处 越走越远 背影的孤寂 仿佛可以透出亡灵心中的寂寞 一个人 一个世界 默默地存在 默默地走下去 没有尽头 一个月 一个月 又一个月 在这黑沙荒漠中 王灵走了半年 这半年对于寻常的修饰 绝对可以发疯 这不是打坐 不是吐纳 而是不断地前行 在这渺无人烟之地 孤独地承受全世界 落在一个人身上的压力 只是这一切对于王灵 又算得了什么呢 黑色的沙漠 无尽地远出 一道神石横扫而来 从王灵身边一掠而过 在这一刹那 王灵猛地抬头 眼中露出了寒光 第三十二道 我的魔技也足够了 此刻的王灵全身云雾缭绕 远远看去 魔气滔天 如同一团黑色的火焰 在这沙漠中熊熊燃烧 那神石一扫而过 远远地消失在了王灵身后 树袭后 这第三十二道神石 以极快的速度迅速收缩 但就在临近王灵的刹那 王灵全身的魔焰 在这一瞬间轰然爆发 等待了半年 积累了半年 观察了半年 在这半年中 忙里默默地等待 因处于这种环境而自然形成的魔气 积累了半年的时间 期间要时刻谨慎 不能让这魔气融入原神 此刻 这一切在现在的一刹那爆发了 魔焰滚滚而动 冲天而去 这一幕就如同黑焰欲要吞天 在半空中化作一个巨大的魔影 向着那从旁边缩回的神石 狠狠地一吞 在吞噬的一刹那间 神石立刻便有一部分 被魔焰生生地吞掉 就在这一瞬间 王灵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一股冰冷的原力顺着魔气 涌入心神之中 那神石尚有一些急速收缩 不知以何种方法 竟然从魔焰下逃顿 眼看就要远远地离去 黑雾中的王灵 双目寒光一闪 折服了半年 等的就是这一刻 一切计划到目前为止 还在他的计算之内 在那神石逃顿的瞬间 王灵双臂默然伸开 一声忍了半年的嘀吼 默然间是轰然而出 在这一刹那 王灵身体外全部的黑雾魔气 如同风暴般全部轰出 从他身体内急速升空 随着一道道黑气飘出 此刻的王灵站在地面上 大量的雾气从其身体内扩散 在半空疯狂地凝聚 转眼就弥漫了方圆数百丈 而在这黑气下的王灵 随着无尽黑气从体内钻出 从身体外升空 渐渐地露出了 被掩盖了半年的阵容 任何一个与王灵熟悉之人 在看到此刻的王灵后 都会倒吸口气 此刻的王灵尽管衣衫如旧 但一头长发却是如墨一般 更是无风自动 而他的容颜已然深深地凹陷下去 乍一看如同皮包骨 尤其是双目外的眼眶 更是凹陷中有一丝丝黑色的血管浮现 弥漫之下 使得王灵看起来 已然不是正常的修士 更像是一尊 魔修 除此之外 一股力气 缭绕绕王灵气质之中 使得他整个人彻底的相貌大变 半年的魔气凝聚 原本不会让王灵有如此变化 更远远不能凝聚出如此庞大的魔气 若想达到现在这样的魔气 最少要在这里吐纳数十年 王灵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正是因为他本就不是一个正道修士 其一千多年的修道 可以说是正魔兼具 尤其是化魔纸一出 更是会让自己在那一瞬间 沦为魔修 一种极端之力 施展无上神通 双臂伸开之下 王灵双目露出疯狂的杀机 在其上方的魔气 更是急速旋转 向外不断的扩散 在那神石就要逃顿的刹那 王灵整个人抱贺一声 这一声之下 那无尽的魔气旋转中 是轰然崩溃 就如同半年前 王灵手中的魔气小球一样 在碎裂的一瞬间 向着四周以极快的速度扩散 其扩散之速之快 只能看到天空魔气云涌 立刻就弥漫了方圆数十万里内 那神石立刻被笼罩在了其中 若仅仅如此 尚达不到王灵的要求 这仅仅是他计划的第二步罢了 还有第三步 在那魔气扩散数十万里的瞬间 王灵右脚向前狠狠的一踏 地面轰的一声出现了一个深坑 王灵整个人如同一道闪电 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直奔前方而去 与此同时 他面部黑色的血管蠕动 体内魔气不断地散出 右手更是掐绝之下 一指化魔默然指向天空 借化魔之力操控天空的魔气 让这魔气消散之速略有缓和 且随着他的身体向前移动 使得王灵始终都存在于这魔气环绕之下 此刻王灵心神一片清零 他知道自己如今是刻不容缓间 不容发的时机 每一息环绕自己的魔气 都会大量的消散 若不能在这魔气全部消散内 找到那散发神识之人 这半年的折服就会失败 他速度达到了此生的最快 整个人化作一道流星 直奔前方神识锁定的对方神念 疯狂地延伸而去 若是从天空向下看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惊人的一幕 只见一片环形的魔气 笼罩数十万里范围 向前以极快的速度移动 只是这环形的魔气 却是在飞快地消散 在魔气下 一道黑影如闪电 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真实之貌 唯有残影片片 在这黑沙荒漠中 王林想要离开 那一道道扫来的神识就是关键 只是在这里 王林不能神识去追踪 虽说不知晓 为何对方神识散开 不会引起变化 但王林不能尝试 他只有忍 只有等待 但他没有时间去等数十年 若真如此 别说去帮助周易了 就连司徒男 王林也无力去解读 这一切 在半年前 他发现了自己体内凝聚出了一丝魔气 且这魔气被捏碎后 立刻环绕百丈 在这百丈内 在这一刹那 王林立刻便感受到了百丈内 竟然处于一种空虚的状态 在这空虚中 他隐约有了名物 尝试散开神识 竟然毫无阻挡 立刻弥漫百丈 在这一过程中 没有引起任何的变化 这一发现 立刻为茫然中的他 打开了一道大门 为了积累更多的魔气 为了缩短大量的时间 王林毅然选择了化魔纸 每天无数次的施展 使得他吸收魔气的速度 就如同真正的魔修 这才有了今日磅礴的魔气 只是代价却也是很高 王林的形貌大变不说 更是在这不断的吸收魔气下 有了磨念在身 此刻的速度展开 直奔前方 神识更是散开 弥漫数十万里内 随着魔气的消散 距离的缩短而渐渐收缩 神识散开在魔气环绕内 同样没有引起任何变故 但王林明白 只要自己神识脱离了魔气环绕 散开的多一星 定然会引起着黑沙荒漠漠的变化 半年前实验时 那道从天而降的灰光 让王林记忆犹新 此刻的急速前行 神识弥漫 锁定前方收缩的神识 短短的数息时间 环绕天空随着他而动的魔气 尽管有画模纸操控 但仍然大范围的消散 此刻只剩下了不足一半 再快一些 王林咬牙内心大吼 前方逃顿的神识 此刻默然一顿 不再逃离 而是直奔天空而去 被切断了 王林目光闪烁 他早就料到了 对方会有如此行动 切断这一次神识 来换取自身所在之地 不被发现 在这神识被切断的刹那 王林整个人喷出一大口线鞋 血光是瞬间闪耀刺目 王林身子一头钻入血光中 直奔前方 一闪而去 血顿 血顿之术 是自伤身体换取一种极端的速度 半年前 王林面对旋风之所以没有施展 是因为那旋风随着追击不断地吸收天地间涌现而出的灰气 速度会越来越快 而血顿之术 只是短时间爆发出的速度 无法长久 如此一来 最终还是无法逃脱 血光一闪 王林整个人速度倍增 不去理会那被切断的神石 而是方向不改 直奔前方 借着环绕上空 已经缩小 只有一小半的魔气 他整个人一冲而出 循着那被切断的一丝脉络 紧追不舍 远处 一个巨大的黑影 渐渐地出现在了王林的目光尽头 就会让一片子 人数多的魔气 再次患了王林的目光 绝望 而是排断的 不要 再来 赶不出 像 这样 像 有